九岁开始 六就来到德国少林文化传播中心 跟随武僧学习少林功夫 从小喜欢看中国功夫电影的六 最崇拜的人是成龙和李连杰 成龙的电影我几乎都看了 李连杰的电影我也看了不少 李小龙的也有一些 我喜欢这些电影 我觉得学功夫特别好 可以激发出力量 保护自己 所以我就去学功夫了 在练少林功夫的九年中 六从年幼的孩童 长成为翩翩少年 功夫作用于他身上的力量 也日渐显露 我是从2007年开始练功夫的 将近九年了 期间我经常受伤 有一次连学都上不了了 我看过很多电影 激励我坚持下来 功夫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和很多德国年轻人一样 六热爱摇滚 但他更以自己身上的少林功夫 而悲感自豪 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学功夫 我偶尔会露两手 他们都很羡慕我 我自己很喜欢这种状态 去年十月份我去了少林寺 进行了很多训练 虽然很苦 但却是我想要的 上大学之前的假期 六没有和同学一起外出旅游 而是选择了每天花更多的时间 练习功夫 我先学到的是阴阳理论 这可以说功夫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收获 换句话说 我知道总是有好有坏 总是保持一种平衡 这就是对我日常生活的帮助 这就是暗暗暗暗暗暗暗